经文听侠离婚,并不意外,首先这些年风言风语很多,今天只不过是对这些传言的确认,实锤而已。 其次,当年嫁入豪门的女性和其多,落得圆满本身,有始有终的,几乎没有。 二十年前,当后女性老大嫁作伤人妇,是最佳的归宿,甚至是很多女性又是从一直就立下的目标。 游记的当年,那些顶级大美女亮相东旧她,东Touch之类的八卦封面,经常被拍到女性身边或是某家富贵公子,或是某些妻妾成群的富商,都有老游爱丑形象为所支配。 那可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啊,那些荧幕上的女神曾是几代观众的吗?令人不解的是她们自己没钱吗?为何一定要嫁有钱人? 其实,说起来,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女明星,虽然外表光线,但实际收入状况并不美丽。 一些女明星的收入,连两三线的男性都不如。 一书曾在某篇文章中提起,已经哄到八字的林青霞,在八十年代的电影片酬,是二十五万港并一部。 歌谈天后美夜榜,可以拿到打片一百万。 在当时已算女听中最高的,很多吗?与男明星相比,差太多了。 男辰一线的《无量汉》,因为《五福星》系列电影大卖,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片酬就有一百万。 还算新兴的刘德华1989年的电影《神行太保》片酬一百万。 歌星转行的喜剧演员曲《关节》1982年的最佳拍档片酬二百万。 红金宝八十年代初当天就已四百万,周润发次英雄本色后,也能拿到这个数。 喜剧明星许冠文,单击片酬八百万。 这个数字是吕汉祥在自传中提及的。 至于具有国际声誉的成龙,本人曾亲口证实在市地出马后,个人搭片片酬在四百五十万到五百万港元之间。 八十年代后期更是一举突破一千万。 到了九十年代,男女明星的片酬差有所改善,但仍无可比性,以1993年为例。 林青霞当时刚拍完《东方不败》,作为当时最耀眼的女星,片酬从一百万直接跳到三百五十万,仅次于公布女王杨子琼的四百万。 很厉害了是不是,和男明星相比,还是不值一提。 成龙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的片酬,2000万起,百家分红,因此无法估算。 周星石自1991年到1993年,三年三级跳,从一百二十万跳到九百万。 紧低于周星石的是刘德华,1993年搭片片酬达到了七百万,且贵了女明星,当然要有形同又排场。 花销也大,与之相比,有限的片酬难以解决后顾之忧。 再加上当时的娱乐圈受黑社会染指,环境比较恶劣,女艺人被逼逼骗酬甚至零片酬拍片,被逼出卖作下为不胜美举。 至于梅艳邦被长官,刘嘉玲被绑架,根本不是西韩市,乐啊,这可都是香港娱乐圈的顶连住啊。 这种情况下,当后女性能嫁入豪门,简直是最好的归宿。 然而,这并不容易,尤其是采法世家,对女明星成绩很大。 像当年,绝代佳人王祖邪抛下激情痴缠临见月十九,还是没法进门,白清了许多恶言,心灰意能远走他乡。 而写招第一枚女头衔的李嘉欣,兜兜转转二十年才更如愿,很难想象,这是怎样的执念和辛苦。 此外,就书真家沈家伟,关哲林家陈太明,叶玉清家胡赵明,钟楚红家朱家鼎,每一场婚宴都是一时盛景,背后也都有难以高人之苦。 首先,所有豪门婚姻的第一个要求就是,西营,不管曾经多么人前风光,都要脱下华服当全职太太。 其次,必须有惊人的胸怀,说得克宝典,认我是正妻就好,更令人不舒服的,是必须生下太子,女侠正佩佩当年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,随伏去美,经历八次怀孕,四次流产,终于为人家生下一个男丁,最后还是落得近身出户。 前一儿媳时紫棋,八年生四胎,两女两子,据说还在听吴。 这也就算了,毕竟是人家喜妇,据说现在豪门流行先生和儿子在谈下,和羞辱没什么两样。 好吧,我认,可生了儿子还不肯娶,是几个意思。 梁洛是两年生三子,没有任何,名分最终还是分了手。 吴佩慈生了一女二子,还是凌落在外,莫说身处其中,就是外人看着,也难受。 所以,林青霞嫁给富商行李人,既和情和理又让人大跌眼镜。 事风如此,和情和理,大跌眼镜在于,他是林青霞啊。 他可是这世间最美貌无双,最英姿发爽,最财情横溢,为了爱至亲至性,可以和全世界挑战得起女子啊。 像当年,青霞斗扣年华,百合花般的容貌,消负得利于爱情的窗外。 在感情的世界,他始终执着,为等一个人拒绝全世界,辗转十八年最终却一无所获,心神俱伤。 后来,他红到八子,一辞一雄的东邦不败也成为永恒。 自他之后,谁还敢谈什么笑傲江湖? 可就在人生的巅峰,他决定出嫁,这个叫行李员的男人,完全不帅,还有过婚时,唯一可谓的,他似乎真的爱他,为追求他上天入地花了很多心思。 他四十岁了,如果不能嫁给爱情,嫁给优渥的生活也是好的。 毫无例外地,他婚后一侧底细影,专心做贤妻良母。 后来,这个男人越来越发达,而他一年生了两个女儿。 最后来,传言五十岁的女神为生儿子狠拼,这种消息真的让人很生气。 他娶林青霞,就是为了生儿子。 更生气的是,林青霞家他,就是为了受这份熬肩。 但,就这样吧,不能再坏了,没想到,这么坏。 想来,六十三岁的林青霞,并不会抱怨什么,他不是这样的人。 何况,就算没有丈夫,他还有两个爱女,还有书和文字可以未见。 还有,那传说中的二世各异。 其实,时至今日,二十亿这与林青霞这样的人来说很多嘛。 当年就远不及他的刘嘉玲,如今身家都远不止这个数吧,何况人家身边还有那么帅那么专情的男人。 可惜,谁都无法洞悉未来。 如果呢,就会看到二十年后,一个大牌女星的年收入,不仅不屈于男星,甚至可以拥有一个商业帝国。 尤其是近十年,资本大规模涌入的流量明星时代。 我们来看一下,在网络上流传的最新单红明星身价表,不一定精确,但足够参考。 电影片酬方面男女差距蛮大,但在电视剧方面,女星却遥遥领先。 而最近十年,剧业的发展势头强于电影,资本疯狂涌入,使女星收入水长传高。 莫说孙丽,杨丽,范冰冰,赵丽颖,就是后期之秀迪丽热巴,大部剧也能拿一个亿了。 就算一年参与布置,也超过成龙大哥一年一部电影的收入。 看看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,女明星占领发壁江山,范冰冰更连续五年完首。 倘若再有杨丽那样的经济头脑,善于包装打造新人,分分钟就有几个上市公司的孤聚。 这种情况,二十年前的豪门婚姻,在流量女郎眼里就是笑话。 吸引,完了,门规矩,不抛头露面,高林省儿子,扯呢? 凡词种种,则怪的越来越多先生带流两明星气豪门儿子专,尤其是内地女星,或者事业重心在内地的港台女星。 很简单,近十年,女星在内地赚钱更容易。 本土的如周旋,孙丽,高圆圆,谢娜,杨丽,刘诗诗,霍思叶,未来的有舒淇,林心如,陈妍希,以及输出香港的旧回流的杨颖,莫不如此。 至于没结婚的新生带小花,连飞门都不乐意和豪门大爹了。 就算嫁,也绝非迪梅弯腰,的受妻媳妇的姿态了。 当初打F结婚时,有记者说她嫁入豪门,人家经纪人也是知以鼻,我们交也不差呀。 后来你也看到了,汪小飞在爱妻面前,别说少脾气,那是满满的求生欲。 更慌乱刘涛,在丈夫破产后,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主,福布斯上榜女性。 哪个丈夫感感脸色,那个婆婆感叽叽歪歪,她若过得不幸福,绝对不将就。 莫说当年湖南卫视的一节李香结婚,一年多飞甩钻时伤,就连二线都勾不上的车销。 都能描甩山西首富,嫁个有钱人早不是女明星的第一考量,甚至嫁不嫁人,都要看姐的心情。 从六零后的许晴到七零后的李彬彬,徐静磊,林俊玲,陈乔恩,到八零后发彬彬,秦兰,贾玲,以及而立志年的九零后当红小花刘依菲,唐嫣,景田,赵丽颖,各个黄金圣女不月嫁。 你就说王思聪向赵丽颖喊话多少回了,要照顾人家一辈子,只得小赵一刀,做商业伙伴可以,做生活伙伴就不可能了。 虽然是个玩笑,但说到底,如今女明星尤其一线女星,不嫁豪门的底气是很足了,因为姐,不差钱。 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